早上,我们祷告会的时候,谈到祷告的意义。 因为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祷告。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对祷告的意义又好像是懂非懂。 所以祷告并不只是在求一个事情,求为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是说为我们的好处。 因为祷告是超乎这些物质界的物欲。 当然,有时候人软弱。 神会利用我们在物理上的恩典,带领我们到属灵的恩典。 那终极的目标是带领我们到一个属灵的恩典。 那是人软弱,必须要由我们所了解,我们所能够感受到的物质界,来帮助我们进入神的本身。 早上我们就提到,打到的意义啊,第一个,就是神跟人要合一。 因为我们要触摸到神。 我们看那个患了十二年的血度妇人呢,她触摸到主位书。 她的病人都得到医治,她都得到平安。 她患了麻防病的病者。 那主要触摸到他。 那她的麻防病者就得到洁净。 所以祷告的第一个意义啊,就是神要触摸到人,人也要触摸到神。 就是我们的心房,我们的心房,小小的一个心房,只融下主我书跟我们自己,主我书跟你。 所以主我书跟我自己,两个人而已。 那么换句话说,要专心。 有些时候我们祷告呢,经常有些观念说,啊,反正啊,没关系啊,圣灵在帮助我祷告。 对啊,圣灵呢,帮助我们,用所有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 可是这一句话,背后的意思啊,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祷告的时候就想东想西啊,想得太多了。 啊,想到人家厨房啊,煮饭啊,怎么煮啊,煮什么东西啊。 啊,想到等一下要带某个朋友去buffet吃,到底是要吃哪一家啊。 啊,可是我们嘴巴还是在讲灵言啊。 啊,这种祷告,当然你也可以说,啊,没关系啊,圣灵在帮助我祷告。 可是你祷告一起来,以后,有没有平安?没有平安。没有喜乐。 要祷告呢?所以祷告要专心。 那是,你 must be, you must concentrate in your prayer。 因为我们的目标,打开目标就是主耶稣基督啊。 因为我们的目标,打开目标就是主耶稣基督啊。 他当专心的时候很容易就要进到那个灵的境界。 啊,喜乐的心跟平安的心呢,自然就要由心理疗就要产生出来。 啊,喜乐的本身呢,就是一种力量。 啊,能够帮助我们去应付各种生活上的挑战。 啊,能够帮助我们去应付各种生活上的挑战。 还有,打开的时候要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 啊,这是有一个人,可能是真实的啦。 有位弟兄啊,他在祷告的时候,无意间他可能是在左洞还是怎么样, 看到一位姐妹,在祷告。 啊,就是在会中一起祷告的时候,他看到一位姐妹,在祷告当中啊,看到他的孩子不乖啊。 啊,那个姐妹的灵人很流利啊。 啊,看到孩子不乖的时候,就把他抓来,啊,打他两个耳光,啪啪。 啊,打完以后,他继续打开后,也是灵人很流利啊。 And he saw how the sister, that when the sister's child was misbehaving, and the sister would grab that child over there, and then just discipline that child very quickly, and all of a sudden went back to prayer, and still speak a very smooth tongue. 但是他内心就是被孩子气得很啊。 啊, but then in her heart, she was actually being very upset because of her child. 啊,灵人就是灶堂祷告。 啊, but then she was still able to utter spiritual tongue to pray. 那这个情况就是要请问她有喜乐跟平安吗?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let's ask, would she be able to have peace, would she be able to have joy? 所以有些说我们就是要反省我们自己。 我的祷告是真心在祷告,还是只是一个嘴唇的灵人在祷告。 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点灵的,叫圣灵的祷告。 那我们要尽量灵的祷告,叫灵的祷告。 那就是, we must be able to enter into the Holy Spirit, we must be immersed in the Spirit while we pray。 所以就是要专心,有一个安静,平稳的信仰来祷告。 That is, first of all, we must be able to have a very focused heart, very concentrated, and have a calm, peaceful attitude while praying。 那我们就能够体验到祷告的乐趣。 Only then are we able to experience the joy within prayer。 不然,你看,为什么有人祷告好像一样是有灵感,在这没有什么乐趣。 Well, you will be able to see that there will be some people, even though they are praying still, but they have no joy while praying. 就是要用心灵跟诚实在祷告。 因为祷告也是一种崇拜,在对神崇拜的一种方式。 那拜神就是用心灵跟诚实在拜祂。 那第二个,我们祷告第二个意义。 那在说明这个意义以前,我们先来做一个动作。 我们叫做深呼吸。 深呼吸。 深呼吸。 那我们知道,要健康的方法。 有那个教导,我们每天要做深呼吸,至少做十次。 深呼吸。 那深呼吸,你这个气就在里头,在我们体内的运作。 因为我们的念念障,我们的念障都有空气。 就是氧气,有这个氧气。 那念障有氧气在运作的话,我们的武脏会健康。 所以我们要深呼吸。 来呼吸这个新增空气。 还要非常深呼吸,你的深呼吸都要才有用。 因为一般我们人在呼吸的时候,我们只是占那个肺部的百分之二十而已。 所以这个肺部的百分之八十,我们平常都没有在用。 所以我们就是能够做深呼吸的话,那对我们的人体是有帮助的。 那当一个人这样子做深呼吸,他会有感觉,我做这个身体比较好。 那他就要平安跟喜乐。 那一样的,我们就是在祷告的时候。 叫神呢?神怎么要在创造我们人呢? 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 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 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 主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佛人,名叫亚当。 神将生气,这个气就是灵。神将灵吹在人的鼻孔里。 那么人就成了有灵的佛人。 所以一个人气足的话,就健康了。 有时候我们说,这个人啊,庄气不足。 所以你看,庄气不足的话,唱起来也是有气无力的。 读经也没有什么无精大财。 他真的有时候中气不足,他的身体虚弱。 神将生气,神的灵吹在我们人的体内。 我们就成了有灵的佛人。 所以我们祷告来就是把神经常吸到我们的体内。 要吸得越多越好啊。 要深呼吸啊。 不要只是表边的呼吸。 那深呼吸以后呢,这个气在我们里面运行。 那就产生功效。 产生功效以后,这个人就很正常。 那人精刚以后啊,他就很有朝气啊,很活泼啊。 那就应该人的身体就发挥应有的功能。 好,那我们来看看啊。 一个人就是把神吸入到我们里头。 那里面呢,那个神就会被我们得着。 那神也会得着我们啊。 那神也会进到我们里头。 所以当时神为什么要叫摩西亚来造一个灰墓。 因为他说啊,我要住在这个灰墓里头啊。 啊,在那里我要与你们说话。 在那里我要祝福你们。 在那里我要祝福你们。 所以神要有一个地方,神既然创造时间跟空间啊。 神就是要住在这个空间、时间里头。 神本来是领的,他不需要住在那里啊。 神本来是领的,他不需要住在哪里啊。 但是他要掌控一切。 因为神在掌权。 因为神在掌权。 他说我们吸了气以后,那个气就在我们停在运行啊。 所以一样的神,透过这个在我们里头,在会门里头啊。 祂要祝福我们,祂要跟我们说话。 那以后他也叫所罗门王啊,建造圣殿。 那到了新闻时代,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啊,就是神的殿。 然后神也要住在我们这个殿里头。 因此我们要打过就是要把神要吸入到我们里头。 我们看会产生什么样的功效。 我们简单来看几个经节。 第一个,罗马书。 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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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断不至于羞耻,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神的爱啊,透过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所以当我们将神啊,将圣灵吸到我们的心里。 然后我们就有神的爱。 里面的灵啊,里面在运作那个灵啊,就是神的爱。 那一个呢,就是没有爱的话,那是很可怕的。 有的时候我们会被那个受害者。 人家没有爱的话,他就会骗人啊,骗我们啊。 那有人呢,会伤害到我们啊。 啊,假如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没有爱的话。 那他会伤害到他自己的国民啊。 那甚至会屠杀他自己的百姓啊。 所以一个人就是没有爱的话,是太可怕了。 那就是,for a person to be without love, that person is just completely very dreadful person。 那就是有爱的话,那就像一个家庭啊,有温暖。 所以我们要吸。 那个祷告的时候就是把神呢,尽量到我们的内心。 让神的爱啊,在我们里头生根建造。 让神的爱啊,在我们里头生根建造。 我们有爱的话,大家都很欢迎我们。 假如我们只是讲很自私。 那大家都不欢迎我们。 那走到每个地方啊,我们不受欢迎。 那走起我们有神的爱。 那大家都欢迎。 那我们就能够享受温暖,享受爱。 能够享受平安,享受喜乐。 所以第一个呢,就是神的爱。 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一部首书。 一部首书第三章。 Ephesians chapter 3,16. 16. 求祂按着祂丰盛的荣耀, 借着祂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能和众圣徒一起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残酷高深。 这边说,按着祂丰富荣耀, 借着祂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所以,假设能够吸很多的气。 把神的灵吸进来。 所以祷告的时候,心里面充满着神的灵。 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内心很力量, 内心那个我又刚强起来。 刚刚华长老师提到, 现在的科学家已经证明, 喜乐在医学上是有直接的证据,有功效的。 那科学家也有很多的研究。 也写了很多的书。 有很多是根据圣经来发挥。 那最主要的差别在哪里? 因为大家都看书啊,知道是知道啊。 每一个人都直接叫喜乐啊。 可是叫喜乐不起来啊。 有的时候,我们笑啊,笑啊,微笑啊, 每一天都要三大笑啊。 每一天都要大笑三次啊,才会健康啊。 好,那我们请问大家, 我们大家有没有,每一天都要三大笑,有没有? 大笑三次,很开快地笑。 有的情局说,有没有? 每一天都要开快地笑三次。 书是这样写的啊。 有没有人不同意? 没有啊,都同意说,每天叫三大笑,是对的。 是对的啊。 他问题是笑不出来啊。 我现在想笑一下,我已经笑一次了。 他笑不出来。 师范上书是很多,他们是知道这个理论。 知道怎么办呢? 这边说,借着神的灵,叫我们内心的力量刚强起来啊。 我们就有能力去克服各种不愉快的事情。 刚刚提过啊,是靠主喜乐。 现在很多人是靠iPhone啊,喜乐。 那不是在喜乐,那是当你感觉。 啊,我有一个iPhone啊。 因为现在这个现有的文化, 或者像很多事情让人感觉有一个成就感, 还是有一个归属感。 啊。 因为现在啊。 因为现在啊。 有一个什么,美国的咖啡叫做Starbucks咖啡啊。 比如说。 比如说。 那很多人呢。 就是拿着一杯spot of coffee,在路上走。 那很多人呢。 就是拿着一杯spot of coffee在路上走。 那你获得这杯咖啡的时候代表什么? 代表你是进入美国文化,对不对? 这是美国文化之一啊。 就是好像你是美国人一样。 真正是美国人。 因为你喝个Starbucks咖啡。 所以很多人只是这个表面上啊。 就是让你感觉好一点。 大家怎么样啊。 才能够克服我们周围的环境。 因为的确啊。 事实上是很多事实上让我们快乐不起来。 你要想想想想想的话。 你可以写出很多不能够快乐的原因啊。 如果我们可以看一看啊。 为什么我一天不能够散大笑。 为什么我笑不起来。 为什么我笑不起来。 有一次啊。 我看到一个姐妹。 哇,她在喊着她的孩子。 她说,哎呀,你很忙啊,你很辛苦啊。 她说,对啊,是啊,你看啊,我们做妈妈的,都很忙啊。 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 可是看孩子的动作慢吞吞的。 她说,很急啊,受不了啊,就会骂她。 怎么笑她出来。 但是呢,神的灵就在我们里头,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那个灵在里头就产生一种力量。 我们就有能力去爱别人。 我们就有能力去爱别人。 我们有能力去包容别人。 有能力去原谅别人。 有能力去把所有的事情,把所有的烦恼都卸给神。 有能力去把所有的烦恼都卸给神。 有能力去把所有的烦恼都卸给神。 有能力去等候神的时候。 不然的话,我们真是很软弱啊。 如果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要把神的烦恼, 充满就是这个意思。 那第三个。 看罗马书。 罗马书十五章。 十三节。 十三节。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 V.13 Now may the God of hope fill you with all joy and peace in believing that you may abound in hope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平安喜乐呢,是用金钱买不到的。 Joy and peace cannot be acquired through monetary means. 可是这里说, 使人有盼望的神。 。 However, what it says here is that the God of hope, 因信将诸般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 Fill you with all joy and peace in believing. 相信什么? 相信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 。 What do you believe in? You believe in a God who has the capacity to give hope unto others。 刚刚火葬了他说, 我们一般人的习惯就说, 哇, 这个不好了,糟糕了。 Elder Ho has just mentioned that typically we have this habit of saying, oh no it's not good or that it has gone wrong. 对啊, 我们人 suspected碰到不好的事情呢, 都会想说, 死了死了死了还要岔岔岔岔了, ugo precedent Α Kim? So as human beings which we encounter times of difficulty we will start to, start say that oh it's not good anymore or that, you know it's all over. 就好像世界末日了 但是有时候我们想想 是不是真的情况 就是那么糟糕呢 你看神哦 神都能够 叫死能复活 是虾眼的能够看见 是缺退的走路 好 我们讲一讲我们今天 我们哪一个人是瞎眼的 哪一个是缺退的 更严重的是死亡 很多人坐在这里 他才能够呼吸 自动人不能够呼吸 全举手 这么多人已经死了 就请去说 没有啊 好 教授已经死了 神都有办法 叫死能复活 那有什么情况 会比死更严重 所以我们的死呢 是神有盼望的神 那你看哦 就是我们有这个概念 那我们对事物情的看法 自然就会不一样 那我们对事物情的看法 自然就会不一样 那我们对事物情的看法 自然就会不一样 因为这个车子里头 有很多 这个大概坐了六七个人 还有他的朋友 那其他人都没有受伤 就只有他的女儿来受伤 好 要是我们是那个女儿的父母亲 好 那我们会怎么说 大家想一想 假如我们是那个女儿受伤 女儿的父母亲 哎呀 怎么会是你啊 怎么其他人都没有受伤 怎么受伤 你啊 你是怎么做的 你坐哪里 有没有帮安全带 这位父亲呢 他说 哇 还好 全车的人没有受伤 你受伤 这是一个正面的看法 什么事情都是有希望的 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 就让它发生 你就抱怨也没有用 有一个 那 产妇啊 他在医院里面啊 接受生产 那这个医生啊 就帮他接生啊 医生护士啊 孩子抱出来就很快啊 就没有给父母 没有给妈妈看 就很快地就抱去保温箱里头 因为并然生里又发生 这个婴还没有腿也没有脚啊 没有手也没有脚啊 那怕這個媽媽受不了,不斷地看,就趕快抱到保溫箱裡頭。 每一個媽媽都在餵著自己的孩子,餵奶,就覺得這個媽媽沒有, 大家都在騙她,哇,你的孩子什麼防膽,醫生要給她治療,才應該抱到你的身旁。 那過了一個月以後,大家說, 大家不曉得怎麼說了,怎麼對這個媽媽說了。 主要是把孩子抱到媽媽的面前。 因為大家怕媽媽受不了,哭了,甚至淋過去了。 後來這個媽媽說,哇,孩子好可愛呀。 我們想想,真的,孩子已經這樣子,那煩了,又要什麼用。 說我們的神是教人有判斷的神。 那我們想說,能夠有這種信心的話, 對什麼事情都會有一個積極正面的看法。 那當一個人有正面積極看法的時候,自然就會取悅跟平安。 可是這個要經過一番的訓練。 我也在學習啊。 以前啊,哇,這個,講道理下來以後。 啊。 哇,有時候會很責備自己啊。 啊呀,我今天怎麼會講這種道理,可能大家都聽不懂啊。 啊,我今天怎麼會講這種道理,可能大家都聽不懂啊。 連我都好像是快聽不懂了。 啊,回去啊,就自己只會被老半天。 啊,現在改變了。 啊,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了。 啊,講出去的話,就講出去了。 啊,就是以後改進。 不要再停在那個悲傷當中啊。 不要停在失敗當中。 再繼續往前走。 啊,就要說這種經常啊,就有積極正面的看法。 啊,如果我們神呢,是讓人有盼望的神。 因為我們的神是我們的神, 誰會給我們希望。 那聖經說,藉著聖靈的能力啊。 啊,就是靠著自己啊,是很難的。 那是,如果我們想要做自己, 它會非常困難。 所以祷告的第二個意義。 那簡單來說,就要被聖靈充滿。 因為聖靈就好像是氣,好像是風一樣。 當祂多多在我們念心運行的時候。 那這個人啊,就會很健康。 啊,這個人的思想觀念哦。 看法,人生觀,也會很健康。 啊,這個人的思想觀念哦。 這個人的思想觀念哦。 看法,人生觀,也會很健康。 都是很悲觀的。 都是很悲觀的。 他是我們基督徒不一樣啊。 神的本意不夠讓我們悲觀。 神是要叫我們有希望、有盼望的。 甚至为神是要叫我们成功的 所以我们将来祷告 我们将来体验 以后不要有负面思想 就是失败的没关系 因为神就是让我们有盼望的神 我们假如做不到 我们一直祷告到 我们有这种信心为止 一切祷告 需要结束安守的请到前面来 有请大家来个人的手提供 请大家来个手提供